大家好 我是唐浩 今天都好吗 上个星期我们跟大家不断地分析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 会是大概率事件 因为中共的极端恐吓 会逼得佩洛西不得不访台 那就是中共自己大搞战狼 搞得适得其反的结局 那现在佩洛西真的要访问台湾了 根据台湾方面透露 佩洛西预计在8月2号晚上10点半左右 会抵达台北松山机场 接着在台湾停留过夜 隔天再前往总统府拜会蔡英文 那甚至还可能有其他的活动 那预计佩洛西会在3号中午之前离开台湾 那换句话说 佩洛西停留台湾的时间 大约是十几个小时 也就是半天左右 那在我们截稿之前 佩洛西方面还没有公开证实这项消息 但是原本不希望佩洛西访问台湾的白宫 也已经公开表态 说全力支持佩洛西访台 白宫强调 我们不应该被中共这些言论 或那些潜在的行动吓倒 其实白宫的发言 等于间接证实了佩洛西会到台湾 好 我们先看一个重点 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间点 其实是很有讲究的 佩洛西的专机预计晚上10点半抵达台北 隔天中午再离开台湾 其实这个行程安排里头 传定了一软一硬的政治信号 软的政治信号是指佩洛西专机在深夜才到台湾 其实是低调的夜访台湾 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中共给面子 因为如果是白天高调的访问台湾 那等于是跟中共直接冲突 会让中共更难堪 那中共面子挂不住 可能就有更激烈的回应动作 这样对美中双方还有台海安全都不利 所以佩洛西夜访台湾 其实已经是给中共一点面子了 同时夜访台湾 还有个安全上的考量 就是减少美中双边在空中发生军事冲突的概率 大家知道 在夜空中飞行和战斗 对空军来说是高难度 也高度专业的战绩表现 而美国空军的夜战装备非常精良 那美军的夜战能力是共军目前比不上的 所以佩洛西在深夜访台 其实也有利用夜色作为安全掩护 来降低美中双方在空中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 那说完软的政治信号呢 再来说硬的 硬的信号是指啊 佩洛西要在台湾停留过夜 来反击那批疯狂恐吓美方的中共战狼 或者叫中共疯狗 可能会更贴切 像胡锡进就喊出 如果佩洛西敢在台湾停留 就会点燃台海火药桶 那现在佩洛西听见老胡的心愿了 真的在台湾停留了 而且还要过夜吃早餐喝咖啡 那老胡这个火药桶要不要点燃呢 还是老胡要从雕盘手升级变成雕火药桶呢 而且老胡原本还信誓旦旦的说 佩洛西会用私人身份访问台湾 言外之意的是美方会怕中共 对中共服软 但现在佩洛西显然不会是私人身份访台 因为她还要到总统府会见蔡英文 还可能去立法院访问 如果是私人身份访问的话 那么佩洛西可能就会进不去 这些政府高级机构 甚至连美方要动用军机为佩洛西护航 都可能会有法律上的争议 所以佩洛西很可能会用官方身份 也就是美国众议院议长的身份访问台湾 换句话说 佩洛西将成为25年来第一位访问台湾的国会议长 同时也是25年来访问台湾 层级最高的美国政治人物 因为众议院议长是美国政坛的第三把手 地位仅次于总统和副总统 这一点对美台双方的官方互动来说 都会是一次重大的突破 好 胡锡进是这次战狼舆论战的主导人 但是他在国内和海外的言论已经开始出现落差 这表明什么 第一 中共这次大动作恐吓美方跟佩洛西 本质上只是一场高强度的舆论战和心理战 其实没有真正想要动武开战 只是在对美方实施极限施压 不要在台海问题上对美方进行压力测试 看美方和佩洛西怎么回应 那这场测试的结果也会成为中共 未来用来进一步应对美国和入侵台湾的参考依据 第二 中共这次炒作佩洛西访台 大内宣的政治目的远高于大外宣 中共要在二十大前夕 煽动民族情绪和对外部敌人的仇恨 要用民族主义给中国人打鸡血 这样中国人民就会在仇恨敌人的亢奋情绪当中 继续爱党爱国 然后忘记或者容忍党带来的种种人祸 这样中共就能达成政权维稳的目的 那如果我们进一步说 中共这次对美方发动歇斯底里的军事恐吓 其实就跟这部视频一样 中共就像门外这条狗隔着铁门狂飞 但只要铁门一拉开 双方必须面对面了 马上两面就消停了 但只要铁门在关上 安全距离再拉开 那双方就又狂飞起来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中共就像影片里的白猫 虽然大动作虚张绅士 但如果真打起来 很可能就会被美军给重摔倒地爬不起来 所以北京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跟美军开战 否则不但可能会对外曝光共军的真正实力 还可能让习近平政权遭遇内部政变和兵变的风险 所以虽然佩洛西真的访台了 但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 美中双边是不会真的开战的 不过虽然双方不太可能开战 但是中共势必得拿出某些军事举措来回应佩洛西 否则中共就会自己打自己嘴巴 所以我推测 中共很可能会派出军机 远距离地陪着佩洛西专机来半飞 因为是夜间飞行吗? 估计中方也不敢做出太冒险的挑衅举措 比方说空中拦截之类的 否则如果双方战机真的擦枪走火或者撞击了 中共就得扛起破坏台海安全的严重责任 反而得不偿失 而且我们刚刚讲过 中共已经宣布在三个地区实施军演或者射击训练 接下来中共可能会再加码几场军事演习 或甚至是导弹试射 这样一来中共具有了针对佩洛西的空中军事动作 以及地面及海上的军事行动 接着只要再搭配舆论战 宣称说为了两岸同胞的安全 中方展现充分的战略定力和容忍胸怀 但是也动用了三军力量做出合理的警告与回应 有效的震慑了佩洛西和美方 通过这些军事动作和宣传动作的组合拳 基本上北京当局就可以有个下台阶 就可以在国内取得大内宣的维稳保党效果 同时又不至于跟美方直接短兵相接 兵荣相向 当然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 大家可能就已经看到了中共到底秀出了什么底牌 来应对佩洛西了 不过我想提醒一件事 虽然美中双方不太可能在军事上大打出手 但是美方跟台湾可能要格外留意一件事情 就是中共有可能会从台湾内部对佩洛西代表团 发动某种程度的攻击与威胁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月老胡在微博里发了一篇威胁文章 里头有一段是这样说 老胡还说 佩洛西如果来了 她一路上已经与蔡英文见面时都踏实不了 他们将不知道下一个小时 甚至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 最后她说 台海的红线踩不得 中国国家利益的红线踩不得 谁踩了必遭非常强烈的报复 好 这段威胁的文字 我认为不能低估 为什么呢? 因为发动军事冲突 对中共来说代价太大 风险太高 还会招来国际社会的联手制裁 所以不管老胡怎么喊 基本上都只会停留在打嘴炮的阶段 但是老胡这段威胁文字讲得很细节 我认为是在暗示 中共会动用他们在台湾的第五纵队力量 也就是动用他们在台湾政府和军方内部 收买的供碟 以及他们在台湾收买的黑社会组织 来联合出手 对佩洛西代表团发动某种程度的攻击或者恐吓 当然中共的目的不是要暗杀佩洛西 而是要用非军事化的攻击手段 来制造美方跟台湾的恐惧与威胁 这就是中共近年来非常善用的灰色地带战略 那我们想想看 台湾军方被中共渗透的厉害 这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佩洛西的行程路线 跟蔡英文会面的安保细节等等 中共有没有办法得到情报呢? 有可能 那么如果中共根据这些共谍提供的情报 安排黑社会对佩洛西代表团或者总统府 发动某种程度的骚扰、攻击 或者看起来像意外事故的威胁 这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如果佩洛西代表团在台湾真的被不明人士攻击了 或者发生车祸或什么事故了 那么大家心里即便都知道是中共干的 但是中共却可以避重就轻地甩锅责任 因为是在台湾街头发生的 不是中共军方公开干的 而且根据过去台湾侦办共敌爱的经验 几乎都很难查到跟中共联系的直接证据 这样不但会对访问台湾的政要带来伤害 同时还会对国际社会营造台湾被中共渗透不安全 别轻易访问台湾的心理压力 这样对台湾来说会有长期性的外交伤害 因此虽然老胡是出了名的嘴炮网 但是料敌从宽 希望台湾跟美方要格外留意 8月3号佩洛西在台北街头移动 以及访问总统府和其他单位的时候 要格外注意现场的安全维护工作 要格外留意中共会不会动用他们的第五纵队 发动灰色地带的偷袭行动 最后我想再简短说一下 佩洛西这次出访台湾有哪些重要意义 第一 这象征美方实践了对印太盟友的承诺 要联手印太地区的盟友们一起防御中共 对抗中共 还要保卫台湾和第一岛链的安全防线 第二 佩洛西在中共极端施压的压力下访问台湾 没有退缩 其实是维护了美国的尊严 也维护了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 从这一点上来看 或多或少会有助于民主党 拉抬中期选举的选情 第三 从台湾角度来看 在中共的空前压力之下 还能迎来美国政坛第三号人物的来访 等于是获得了重磅的国际支持 会让中共在谋夺台湾的时候 更有国际压力的顾忌 第四 中共对台海的威胁恐吓 对国际社会的恐吓 已经渐渐的失去效果了 中共这次祭出的军事恐吓 可以说是前所未见的 而且恐吓的对象 还是世界第一大国美国 但是没有吓到美方与台湾 这一点会让中共未来在两岸关系上更难办 另外 从某种角度讲 中共正在渐渐地走向朝鲜化 也就是国家实力影响力正在持续衰退 因此 只能像朝鲜那样 不断对外祭出越来越激烈的军事恐吓 来补充来平衡自己的存在感 第五 中共煽动对外仇恨 转移内部的社会矛盾 虽然中共再过不久就要召开二十大 但是最近中国社会非常不平静 包括唐山党人案 河南村镇银行欺占案 全国停止偿还房贷 银行不让储户提领存款等等 那这些严重的社会矛盾与冲突 让越来越多的中国百姓 对政府不满 对党不满 已经对党的政权构成了威胁 所以这次趁着佩洛西访台 那中共升级炒作民主情绪 引导舆论去仇恨美国 仇恨台湾 等于是变相地把民间的不满情绪 输出到海外 转移了焦点 也从而让中共政权 获得了喘息的空间 好 今天先聊到这里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